哈喽小伙伴们,欢迎来到会解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玄幻恐怖片,次 影片开始,一对情侣小光和小悠开车来到荒郊野外搭帐篷也赢 无奈事已愿违,帐篷坏了,只能去附近的汽车旅馆 他们开着车在路上嘻嘻哈哈 突然小悠看到路标一个妹子在招手,感觉很可怜就停了下来 可是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一个壮汉拿着枪绑架了他们 他拿枪指着脑袋让小悠开车 大约开了半个小时,突然汽车撞到了一个东西,轮胎爆了 小悠和壮汉去修车,小光和妹子去看撞到了什么东西 小悠发现轮胎上有很多刺,壮汉在换轮胎时也被那个刺刺伤了 小光和妹子看到被撞的动物已经面目全非 但是他身上的肉还能动,而且有好多的刺 小光刚要摸下去,这个鬼东西就要攻击他 吓得妹子又朝他开了几枪 所有人在他大喊中赶紧上了车 而他们身后那个轮胎上面的刺却越长越长 妹子在车上惊魂未定,直打哆嗦,说他是怪物 壮汉却以为他独饮饭了 随后他们来到一个加油站,妹子去厕所 其他人在里面买东西 妹子刚一打开厕所门,就看到里面有一个死尸一样的营业员满脸是刺 他摇摇晃晃的站了起来 妹子告诉大家有怪物赶紧跑啊 壮汉却以为他疯了 突然怪物从天而降撕裂了妹子 壮汉连续开了几枪都没用,赶紧逃走 这时突然来了个警察 看到尸体以为他们杀人了 大喊着让他们出来 众人着急的大喊让警察赶紧回车上 突然屋顶上下了个怪物将警察拖走 刺插进警察的身体 真是一场华丽的悲剧 此时壮汉的手好像也变异了 不受控制的乱动 他手里面也长出刺来 小光见死情景 砸断壮汉的骨头 用小刀给他做了截肢手术 暂时保住了壮汉的生命 小光又冥想了一会儿 看了下录像 分析这个怪物喜欢高温 只要他们的温度低于周围环境的温度 怪物就发现不了他们 于是小光全身铺满冰块降温 体温一点一点降低 终于可以了 他要去外面开警车过来 小悠和壮汉拿烟花做掩护 小光去开旁边的警车 可是车上不仅没钥匙 连对讲机也是坏的 随着体温慢慢升高 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不一会儿怪物扑了过来 小光已经做好死的准备了 但是壮汉却用自己的身体做诱饵 救了他一命 门没有关牢 怪物闯了进来 壮汉拿着小光给的枪 开枪一直打怪物 让小光和小悠先走 最后他被抓伤感染 壮汉强忍着疼痛 装上一颗子弹 开枪射向变压器 大火瞬间将怪物点燃 应该是死了吧 壮汉已经被抓伤 趁着还有独立意识 他交给小光和小悠一个银行的钥匙 让他们取出钱帮助别人 说完就让他们赶紧走 壮汉为了不让自己变异害人 开枪射向煤气罐 整个加油站爆炸 一切都灰飞烟灭 小光和小悠互相搀扶着前行 镜头一转 一头死路的嘴里 竟然也长着很多次 看来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 真是不得不佩服编剧的大脑洞 一根刺也能变异成 杀伤力如此巨大的怪物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